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农业是国之根本 实现农业现代化 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三季度数据显示 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 一批强弱向补短板的农机走向市场 满足了不同地形 不同农作物的种植需求 彭徽是湖南长沙县江贝镇重粮大户 眼下他正在操作联合油菜播种机进行秋种 仅用三天 这两台他在今年四月份购入的播种机 就完成了六百亩油菜地的播种施肥和开钩 原来是手根撒伤的也不均匀 现在这个坚决函据它比较规则 规范它有效地保证了这个种植率 生根损失省力 一直以来 油菜的种植都是手工操作 机械化程度低 而经过不断升级换代 现在的油菜播种机已经实现了耕地 播种和施肥一体化 与此同时 我国农机装备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刚刚结束的第23届中国中部农博会 已连续三年设置了农机装备馆 从刚开始只有适合大田耕种的传统拖拉机 收割机 插秧机等设备 到现在能飞 会跑 可挖沟渠的农机 参展种类越来越丰富 不仅如此 像这些果类采收平台 电动拖拉机 油茶采收机等一系列补短板的产品 也悉数亮相展会 这些年随着我们整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 提升了我们整个农机装备 从制造到研发到应用的 整个的全过程的水平 为更多的农业从业者所接受 统计显示 在今年秋收 秋耕 秋种中 3000万台农机用于 玉米 水稻 大豆和棉花等作物收获 冬小麦及油菜播种 接杆还田 离田 深松 悬耕整地等机械化作业服务 其中有60多万台装有 北斗导航的智能化农机投入生产 伴随着农机装备作业水平的不断提升 社会化服务能力也显著增强 如今 现代农机合作社 正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带动更多小农户 接触新技术 融入新模式 在湖北襄阳 当地推行小麦播种全托管服务 成立了7248家农业合作社 推动小麦机械化播种面积增加 人家管理的各方面是科学种地 对我们种地好得多 产量也提得起来 冰酸害也减少了 在湖南长德 晚到收割完后 运粮车正将稻谷 运往烘干厂进行烘干入仓 重量大户张小平 今年当起了甩手掌柜 他的土地通管方 是当地一家现代农业合作社 拥有40多台套大型农机具 还建有烘干厂和仓储库 以前农忙的时候 很不得一个人分成两个人 天天到地里端 现在交给合作社 因为都是机械化统一作业 每五天成本就有了150万 产量增加了50公斤 算下来至少多300多块钱的收入 我国约有2.07亿农业经营户 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 占总耕地面积的70% 目前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 超104万个 服务小农户数量 达到8900多万户 帮助小农户生产托管 实现增收 我们在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当中 农业的生产方式 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 要有一个全新的升级 我们能够看到 当前随着农业机械的跨区作业 无人机飞房和无人机质保 即使是一个很小规模的农户 能够以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 来进行生产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 一个农业强国的 像一个物质生产的基础 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也在建设农业上 农业上 在建设农业上